《创世记》第三十八章 犹大给他起名叫乙 他又怀孕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俄南 他又再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侍拉 他生侍拉的时候 犹大正在姬式 犹大为长子乙取妻 名叫他马 犹大的长子乙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就杀死了他 犹大对俄南说 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向他尽你的本分 为你哥哥生子立后 俄南知道如果与嫂嫂同房 所生的孩子不属于自己 就舍在地上 不为哥哥生子立后 俄南所做的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也杀死了他 犹大对他 息负他马说 你去住在你父亲家里守寡 等我儿子 因为他说 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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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像两个哥哥一样死去 他马就去 住在他父亲家里 过了一段 狠长的日子 犹大的妻子 舒亚的女儿死了 犹大受到了安慰 就和他朋友 亚杜兰人 希拉上亭拿去 到他的 剪羊毛的人那里 有人告诉他马说 看啊 你的公公 上亭拿 剪羊毛去了 他马见 见侄拉已经长大 却还没有娶他为妻 就脱去他寡妇的衣裳 用面衫蒙着 盖住自己 坐在往亭拿的路上 依拿印城门口 犹大看见他 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犹大就转到路边他那里 说 来吧 让我与你同寻 他并不知道 他就是他的媳妇 他马说 你要与我同寻 把什么给我呢 犹大说 我从羊群女 取一只小山羊 派人送来给你 他马说 在未送之前 你能给我一个信物吗 他说 我给你什么信物呢 他马说 你的印 你的带子 和你手里的像 于是 犹大吸了他 与他同寻 他就从犹大 怀了印 他马起来走了 脱去面衫 照常穿上寡妇的衣裳 由大托他朋友 亚杜兰人送一只小山羊去 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信物 却找不到他 他问那地方的人说 伊那印路旁的神妙昌忌在那里 他们说 这里没有神妙昌忌 他回到犹大那里说 我找不到他 并且那地方的人说 这里没有神妙昌忌 犹大说 让他拿去罢 免得我们被人击笑 汉那 我把这小山羊送去了 可是你找不到他 大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息腹他马行淫 并且 汉那 他因行淫而怀了印 犹大说 拉他出来 把他消了 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 就派人到他公公那里 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坏了印 他又说 请你认一认 这印 这带子 和这象是谁的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利 因为我没有把他 给我的儿子 是拉 犹大 再也不跟他同寻 他马生产的时候 到了 汉那 福里怀的 是相包胎 生产的时候 一个孩子 伸出手来 接生婆拿红线绑在他手上 说 这是头生的 这孩子把手收回去 看那他哥哥生出来了 接生婆说 你竟然为自己冲出一个裂缝 于是他的名字叫法勒斯 后来 那手上有红线的兄弟也生出来 他的名字叫 借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